明天早上 大概台北时间凌晨2点钟 美国联准会要公布 上一次的会议记录了 但是在此之前 上个礼拜五 美国联准会发布了一个报告 告诉大家说 目前美国的经济 正面临有史以来最大的逆风 刚刚提到了同一时间 欧洲的经济火车都叫德国 今年的破产加速8000多加 20年以来破产加速增加最多的 到底目前 美国欧洲在经济上 释出了哪一些的警讯 有一些大型的债券基金 已经在避险了 那我们呢 机长我们请您上台来 先看看联准会提出了 这样的警讯 目前股市都没有人在怕的 到底现在现况如何呢 好那所以呢 因为股市没有人在怕 所以呢这个品浩呢 就告诉大家 其实你们对于亚港 过度有信心了 他告诉你们 美国应该没问题 你们就相信他了 品浩就是这家品浩 对对没错 那他就觉得 没有那么简单啊 为什么呢 因为是这样子啊 他管理的资产 以全球角度来说 他大概接近两兆美元 所以大概是全球最大的 主动型的债券基金 投资人 机构投资人 那他们的首席投资官呢 说什么 相较于其他投资人 就除了我们以外 我们认为我们正在替就是更强硬的着陆做准备 有些经济有可能是在全球的角度来出现是衰退的 然后这样硬着陆大家觉得是什么软着陆是什么很简单 那软着陆比较像是低成长甚至是稍微的衰退 那如果是硬着陆呢 就是比较接近 有点萧条啊 这样的概念 那当然不一定是这么萧条的概念啊 只是他什么 经济会不好 就简单的概念是这样子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升息带来的影响 常常会扩延到后续五到六个季度 也就是说 美国这样升息 欧洲这样升息 日本还没升 台湾也升了 那这些利息 你想哦 这是可能是近几十年来升息最快的一次 那你说股市往上 然后呢 全大家都觉得经济 看起来没什么问题啊 这件事情真的有可能吗 基本上呢 不太可能 所以告诉你 我们正在做了 经济更严重不好的准备 那往后五到六个季度 也是升息到顶后 有可能 例如说未来的一到两年 你还需要去承担接下来 升息带来的后果 它有可能是房地产 有可能是各个市场的债券 有可能是股市 那呢 现在市场呢 对于央行的能力过度有信心 那当然啦 我个人是对于美国央行 联准会是比较有信心的 但是可能对于欧洲央行 或对于其他国家呢 比较没信心 因为什么 欧洲央行其实他们的经验 就是常常都是晚了一拍 或者是紧缩过头 那所以才会有欧债危机啊 才有欧洲各国的事情 是 所以呢 我觉得确实有可能是还没发生 所以它提出来市井 那我个人的想法是 我们要做好准备 因为我觉得股市在往上涨 你其实不用说一定就是不好啊 差什么的 但是你要觉得 如果有一天修正 你知道大概可能发生什么事情 对 好那他们对于美国来说呢 认为美国还是软着陆 也就是目前年总有的预期 有可能是今年的第四季 到明年第一季 是经济修正的主要时间点 那有可能会有微幅的衰退出现 那呢 但是以全球的角度来观察的话 那就要来避开 最容易受到经济衰退冲击的领域 哪些 他没有讲哪些 但是呢 很简单 我告诉大家 就是新兴市场 新兴市场是最容易受到经济衰退的市场 为什么 因为成熟市场 你想我们讲简单 美国欧洲日本 他们有可能经济衰退 有可能不好啊 但是你想我们讲美国好了 经济不好 他怎么给你降息下去 钱丢出来 大家就没事了 可是你觉得如果是新兴市场 哎呀资金外资逃走了 要多久才会回来 那为什么新兴市场 他特别是写新兴 就是什么 他需要资金来去 伸出他的成长 那成熟市场本身不缺钱 你什么时候听到什么 这个外资大量投资欧洲 欧洲市场大涨 外资大量买美股美股大涨 没有这种事情 本身就很有钱 可是你会听到 外资大买中国 买东协买印度 所以他们股市大涨了 所以这个时候 如果资金撤退 那当然最简单的 经济衰退的问题 就出现在什么 新兴亚洲 所以这个的前提就是 资金的问题 对没错 美国最有栽调 而且影响力最大 新兴市场 如果外资一撤出的话 我们就要穿得胆了 对没错 那所以目前该公司 专注于投资高品质的 政府企业债 那当然 说的是拼口 对 那所以高品质的政府债 当然最简单的 例如说像是德国 例如像是美国的 这个政府债券 当然是评级比较高的 像欧洲很多市场 也是不错的 那企业债 这些能够抵御市场冲击 大公司的企业债 可能像是台电很好啊 对不对 他搞不好又买 那所以我想的概念是 其实这些企业就是 如果未来真的遇到景气的逆风 未来真的一两年内 有萧条压力 那这些的债 他们就会往上涨 那这也是我们之前跟大家讲的 如果真的景气不好 或者是升起到顶了 其实债是 就会是后续表现的时机点 所以他们特别专注在这边 去寻找一个高品质的 那我们要强调高品质 为什么 如果未来几个月 因为时间上很难说 但他们会认为 未来几个月 甚至几年内 因为延后五到六个季度 那差一点点或一年半 几年内其实都有可能 那这些企业或者这些政府 遭到的评级下调 将使很多的例如说 他随便举个例子 就是抵押贷款的 现金货债券等等的商品 被迫出售 那那个时候就会是什么 你未来摸底好时机 那当然告诉你未来摸底 就表示什么 现在不是好时机 那其实我问 他说现在拼口专注在 高品质的政府债跟企业债 不免我心机比较重一点 他提出这样的隐忧 是要卖他们公司的债吗 他卖他们公司发行的债 还是真的其实背景 有这么的令人担心 我觉得他们的考量是合理的 为什么呢 我们看到下一张图给大家看 那下一张图呢 就是我们说联准会 他们提供的一个新的指标 叫金融脉动成长动力 好那为什么 他这个指标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他这个时间点抓很长 这从1990年的1月 到今年的5月份 那你会看到 这一大堆有的细的框 有的黑的框是什么 我们做简单解释 这些粗的框 灰色网碟 都是经济萧条的时候 很简单 那这些虚线框 是升息时间点 你有对升息循环美国 升息循环的时候 升息循环的时候 所以呢 在这个情况 你就会知道 经济不好 跟经济好的时候 这两个时代 然后呢 分别有红线跟黑线 那所谓黑线呢 其实他就是属于他们的基准 就是他往前去算 他过去三年来 他们有七个指标 例如说股市表现 例如说十年期国债殖利率 那例如说这些市场的 抵押的利率等等的 这些七个指标去组成的 好 那还有一年期的 就红色的 那他就是什么 不要抓那么远 我抓近一点的 都是组成红色的线 那他怎么看呢 很简单 你看到这边有个零轴 那这个零轴横过去呢 只要是在零轴下方 就代表了这个经济呢 他是对于 是比较活络的 金融环境是比较活络的 所以零轴以下是比较活络的 而零轴以下是好的 表示他有把它量化 那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二 对不对 那就表示 如果他是在我们这边抓一个 零轴的下方 假设在这好了 对 就表示未来的一年 会因为你这个金融 金融环境很宽松很好 所以呢 你给GDP额外1%的成长 所以呢 但是呢你往上的话 就表示什么 例如说 经济是不好的 经济 经济他给经济压力 经济不一定不好 他是给经济压力 所以我们标题是逆风 不代表衰退 如果你经济原本可以成长3% 可是因为逆风到这个高点 那你可能这边可能 给你抓个1.7好了 所以就变成3%的年1.7 所以你实质经济成长率只有1.3 所以透过了 因为整个经济环境是很紧张的 所以呢 你经济前景不好 那这个时候就出现一个问题 他们发现哪 那从过去到现在来看 因为强力的升息 再加上这个市场的 这个未来的环境是比较不确定的 所以目前金融的紧张情势 如果你看两条线 一条是红色一条是黑色 那不管是红色还是黑色 都是2008年 就像海啸以来最严苛的环境 就是最紧缩的环境 逆风最强的时候 对像是美国 我们不是有说吗 之前有提示 美国如果你要买房子去贷款 那利率可能是7% 8% 那你要缴出来这个钱 那当然是什么 基本环境很紧缩的 就是紧缩放贷 不想要借钱 那你把它放在近30年的历史上来说 其实也是相对高的环境 所以他才告诉大家 其实如果你从这个角度来看 事实上美国理论上 如果他没有那么强的升息压力 那其实他的经济成能力 可能是从现在这个基础 往上加2% 往上加1.5% 所以呢 现在确实是整个环境 是越来越紧缩 越来越不好的 那但是 但是有个好处是什么 他目前来说已经什么 从高点开始往下移了 但是我们把它清掉 你会发现什么 你如果是以三年来说的话 又往上勾脚 对他又往上勾起来了 为什么因为你往前的话 你会发现那时候是开始升息的 因为如果你抓一年 其实是升息的影响 已经慢慢消掉了 可是你往三年 是正要开始升息啊 对所以用基准的角度来说 未来可能一到两年内 美国的经济成长率 都因为金融环境紧缩的关系 被往下压了一个百分点 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 如果接下来 现在美国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就是我们不是常常看到吗 听到说什么科技业之前的裁员 什么制造业不好 那像这个新型刚公布的美国 ISM制造业P&I也不好 那这些制造业裁员那么多人都要去拿 其实呢 最近都进了服务业 他们美国服务业等等表现很好 所以就是大家觉得这一段时间 你如果只看经济的表现 你会觉得很奇怪 但是事实上就是什么 今天是服务业的好 把制造业的盖掉 那接下来呢 如果是制造业持续不好 那服务业下来 那可能就会进入到比较不好的环境当中 其实我反而依照这张图 我们知道在临轴之下 经济相对是比较活络一点 往上的话可能逆风的压力就比较大 以投资的角度来说 这个临轴之下 我们的投资配置上 哪一些的投资商品或投资的方式 是比较有利 是比较有利可图的 如果在临轴以上的话 什么样的投资方式是比较有利的 其实很简单 就是如果它是在往下 都是在往下的情况 其实就代表是市场比较好的 所以那时候你去投资股市是比较好的 那当然另一个问题 另一个是如果你今天是在往上 尤其是你会发现 除了几个特例 像是这一段时间是特例以外 你看只要在升息环境当中 它的金融环境通常都不好 对不对 是往上的 所以那个时候你去投资公债啊 去投资股市通常会比较差 但是现在这个状况也是一样 在往上走 那所以你会发现 现在是什么投资股市 投资股市是有赚到钱的 但是如果投资债啊 这段时间其实是不好的 好那我就问了 如果在接下来 还是在这个区域 不管是在勾角还是持续 我想说要马上回到临轴之下 容易吗 基本上只要还在升息就不容易 好那我就问 接下来这段时间 钱怎么摆比较安全 好那我们抓住了三个 方向啊 第一个就是我们如果像以这个 苹果来说的 真的有一些软軸入硬軸入的风险 那很简单的话三大块 第一个以软軸入来说 经验上买黄金 因为什么软軸入它有很代表 是经济成长不好 那如果经济成长 它是没有很糟糕 但只是不好 那央行很简单嘛 就是我可以慢慢降息 然后如果慢慢降息的时候 金价当然自然会比较有表现 那我们看一下K线 那K线呢 其实近期它刚好就被寄军线压抑 那寄军线我看应该就是要黄色的 那你可以发现 基金线自从什么 从这边慢慢慢慢上来 你要不要把它延长一点 你会发现什么 它冲破基金线之后在高档震撑震 一旦跌破之后 是不是都在被这个压着往下降 所以经验很简单 这边大概是1892左右 大概在这个低点 那目前反弹冲不过1930 所以主要压力息就在这里 所以如果它一直被1930到1940压住 那也在基金线下方 那当然就是一个偏弱的格局 那如果真的 接下来这个利空消耗完 有机会开始要往利息见到高点了 或者是真的有机会在明年 有机会降息 那短线上先求突破到基金线 例如说基金线大概在1970到1980之间 所以如果很快可以上到1980之上 就可以逆转了目前偏空的格局 它就会是一个投资的机会浮现 OK 现在的天花板1930 先看能不能过 如果能过的话 基线作为指标 突破的之后就有机会转强了 这是黄金 第二个美债 美债呢 美债有中小型危机 可以投资美债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很简单嘛 如果中小型危机它有降息 甚至是这样是之前那个 2020年的疫情 那算是大危机 不要那么危险的 这一小型的呢 那就变成什么 它其实开始利率往下调 但是债券价格往上涨 那因为今年还有升息机会 至少两次 对 可能还有两次嘛 那所以目前短债还没发动 那如果接下来呢 短债发动会是一个指标 那可能有的人会想说 那10年期的20年期这些常债 会不会是个好买点 我会这么说 它因为已经先反弹了 那所以它的价格没那么好 但是如果短债也开始跑了 那这个时候再去投常债 它可能跑的速度会更快 我们为什么呢 我们用10年期的债券的 殖利率K线来做看 好 那你可以发现 其实10年期公债殖利率最高点 是出现在去年10月份 来到这边 大概是4.4% 已经很高了 那因为那时候 那时候还讲说 升息啊 一次三码 两码 一次往上升 所以那时候到了高点 可是后来发现 好像升息快要到顶了 所以它这个殖利率开始掉回来 可是你会发现 现在的利率 美国利率 当然比去年10月来的高 可是它的债券殖利率 没有再过高了 表示什么 它已经先已经消化掉了 因为是未来10年 它不用现在反映 所以它已经消化掉了 所以现在已经开始升回来了 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其实虽然它升 你也会发现 因为这个债券殖利率是反向的 所以这个是债券价格的低点 价格的低点 所以它也慢慢在把 价格的底部有在垫高 当然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当然它是什么 有在打底 可是它应该不是最便宜 那所以它有可能 打底打底 它也可以到4%左右再继续升 所以你比较难期待 你投入后马上赚钱 但如果你回到短债 就是回到短债 因为它一定会跟着一年内的债券的话 它就一定会跟着美国升息或降息来走 所以那个时候如果美国确定开始降息 那短债就会是第一个发动点 OK好 所以如果经济的状况是比软着陆还要更差一点点的话 短债发动是一个相当之后的指标 接下来如果回到了像疫情那样的大危机买什么 就是美元啦 因为美元终于是终极避险商品 那尤其是系统性危机 如果大家有影响2020年初3月4月那一段 就什么都跌 就是只有美元有上去 那倒是乱跌啊什么的 那这个时候呢 美元将会进一步发光 所以升息也是收回到它 那如果降息是因为经济开始出现了什么闪失的话 资金还是会回到身上 对没错 那我们来看它K线的话 那为什么我们都说它相对低就是什么 因为其实它从之前的高点已经回来回档很久啦 那尤其是像是美元指数 如果你说今年以来的话 大概就在100到109 这边高这边低点大概是100.788 就这个低点 高点呢你抓106 所以呢它是什么 在横盘整理 而且还是偏弱的横盘整理 所以如果接下来 你想的可以是这样的模式 一是什么 一是如果是要长期投资 用美元对台币的概念来看 其实美元对台币资源还蛮强的 那你低买一些可以 第二个呢是会不会有危机出现 那我要这么说啦 虽然各个指标都告诉你很恐怖 但是就还没有跌啊 还没有崩啊 那你不用那么担心 但如果真的恐怖开始起来了 那现在其实什么也在相对低 因为你看如果上面106下面100 那底下103 它现在大概就在103左右啊 那如果在这边 那买完这边什么震荡买完往上走 其实我认为是有机会的 但是这个时候 但你可以等什么 有题材 例如说真的已经太跌了 系统新风险出现了 你再去投也还来得及 了解 好 非常感谢其站 请先回奏了 这些都是接下来 如果美国 如果欧洲在经济状况更差一步 程度不一样 有软着陆 可能经济会稍微没这么好 一个是中小危机 严重一点点 一个是大危机 各个资金的去处避风港 提供给你做参考 今天的压轴好戏 我们交给振华了 昨天晚上跟振华在讨论说 哇 很多股价涨到了天边了 现在怎么办呢 操作策略 振华告诉我说 有没有看过蜘蛛人 有一句经典台词 梅宜说的 他说 每个人一生当中 都值得拥有第二次 标股涨过一轮了 怎么跟他的第二次 休息一下 振华告诉你 这边 谢谢观看